歡迎收看薩魯迪戴 暗影墮落 最終章 我是板凳 相信這邊一定有很多觀眾在看完上一期影片的結尾以後都是滿臉錯惡 想說 欸 就這樣結束了嗎 後續呢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各位別著急 我馬上就來講解一下這個到底怎麼回事 那個辛克萊在殺了主角以後返回了這個貝克達 並獲得了這個英雄般的禮遇 他現在正準備要對這個貝克達的人民發表演說 然後我們現在所操控的角色是回音 也就是那個妹子啦 我們要趁這個辛克來演說的時候 公開的處決他 這邊先操控這個小蜘蛛機器人 癱瘓前面的攝影機 不要亂爬 乖乖乖 前面嘛 就給我好好的爬 聽話 既然是妹子 想必 當然一定有這個隱身斗篷囉 不過這個隱身斗篷 並沒有各位想像中的萬能啊 他有這個距離的限制 這不能靠人靠得太近啦 靠太近的話 他們還是會有感覺的 前面又有一個監視器 再操縱這個小蜘蛛機器人去癱瘓吧 前面還有一個人 這個傢伙 就不理他啦 懶得搞你 我們先去弄我們的主要目標吧 辛克來 好的 這邊呢 不只要躲這些士兵 還要躲平民啊 這個平民靠太近的話 他們也是會有這個警覺性的 會大呼小叫的 引起這個士兵的注意 然後還有這個無人機 也是要注意的 然後呢 這邊呢 我們要先去解除這個 低層的監視系統 他們這個監視系統 有分低層的跟高層的 然後 唉唷唷 好閃 怎麼那麼閃 原來是搶地啊 閃死我了 好啦 現在再去弄高層的 高樓層的監視系統 這個距離應該是安全的 好啦 這個監視系統都搞定了 最後的話 就是去取武器 取那個狙擊槍 總不能拿著一把小槍 喔喔 剛剛靠太近了 我剛剛想說 總不能拿著一把小槍去暗殺這個吧 辛克蘭 我們這邊距離他那個 演講的地點 還是很遠的 這個小槍的射程 沒辦法打這麼遠的目標 OKOK 他們解除警戒了 浪費我這麼多口水 真的是 我們的狙擊槍 就在這邊啦 然後這邊要前往這個 瞭望台 這個最好的四點 最好的暗殺四點 這邊好多士兵啊 走下面 走下面 就是這裡啦 請客來 開槍吧 我聽到我後面傳來槍聲了 不要再拖下去了 一命 藏一命 好啊 這邊呢 大家沒有轉錯台 也沒有眼花 也沒有看錯 他 這個遊戲呢 他連個結局動畫都沒有 就直接用這個 東西給我帶過啊 我實在是很無眼耶 你好歹也做出一個結局動畫給我嘛 你又看那個爆破幹嘛 我實在是很不解 啊 說過一說 這個殺戮地帶 暗影墮落這個坑 也總算是 天丸啊 也感謝大家 一路上的收看 雖然這個結局 真的是很浪人 嗯 好啦這個 期待我的下一部作品吧 我們下部作品再見囉 大家掰掰